可悟啊 悟有吃悟 有大悟 有小悟 华言中 将菩萨分为52个阶级 意思是数 清净平等线 等级有62个 开悟的 大小也有52种不同 面对大众是某一个等级的 书 表演 都是在这个等级 这叫契机确理 真的受用 佛语意应而说法 众生过类 都能理解 随内过得解 我们在大神经里面 常常看到 所以 教学理念的目的 是叫我们得定 得三位 也就是回归自信 自信 本定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真心 是清净的 是平等的 是不动的 是不生不灭的 就在眼前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例外 是古人说 人人 借口为要顺 要顺是大神 换一句话说 各个人都是圣人 佛讲得更干脆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你看 说得多干脆 本来是佛 教育的目的 回归到你的本位 那么你本来是佛了 你成佛了 这个教学就圆满了 就毕业了 佛陀是最高学位的名称 这个学位你得到了 从这一方面观察 佛教跟现在宗教里面 所说的不一样 宗教要有一个 创造宇宙生命的真神 佛教里头没有 佛教里面告诉我们 宇宙从哪里来的 从我们起心动念来的 是法界六道轮回 从哪里来的 从我们分别执着来的 那么我们如果 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 那佛就告诉我们 这宇宙就没有了 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假的不是真的 不见了 像一场梦一样 梦醒了 梦中境界 永远地消失 不会再见到了 这是假的 不是真的 那么我们教学的目的 是要回复真的 是要回复真的 回归自信 就是回到真心 佛菩萨用真心 一切众生用妄心 用妄心叫凡夫 用真心叫佛陀 那学佛就是学用真心 把妄心放下 这叫真学佛 那么下面讲呢 教学的方法 回归自信 用什么手段 用教学 教学的方法很多 这里头最殊胜的方法 这是对知识分子讲的 知识分子 在社会上占多数 所以佛陀 当年在世 给我们表演的是知识分子 好学多文 那么对这一类的人 最好的方法 就是读书千篇 感谢观看